近来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后的行动显著加剧 拜习会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重申对台湾议题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更是再三的表态 随着此一状态的持续 台湾今年四月份还被评论为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区 不过美国前国务卿季星吉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 高龄98岁的季星吉除了担任过国务卿之外 也曾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 1971年7月9号至11号秘密访问中国 为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及前总统尼克森访中探路 根据彭博报道 季星吉接受CNN节目采访 他表示 就他所见中国预计不会在十年内全面的进攻台湾 不过他也同时表示 可以预见的是 中国将会采取措施 削弱台湾展现实质自治能力的表现 另外 季星吉也谈到了中美关系 他认为 美国国内的人都想要成为鹰派 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称霸世界 季星吉指出中国不会因此自动的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美国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要避免对抗 他认为早前的拜习视讯会议 是美国总统拜登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日本外相林方正18号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首次的电话会谈 综合报道 林方正在会谈中对中国海警船反复的入侵间隔诸岛 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鱼 临海 以及香港和新疆维族等等人权问题 表达了日本方面的严重关切 另外他也提到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 中国外长王毅则是重申 中国一贯的主张 双方是各自表述并无交集 根据产经新闻报道 会谈中林方正也提及了明年是日中建交50周年 他表示双方要为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 共同的努力 王毅对此表达赞成之意 林方正也敦促中国 早日地解除对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 而最新消息 林方正在电视台节目透露 中国外长王毅在电话中邀请他访问中国 林方正今天在富士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表示 自己或要出访中国 而且针对近日彭帅控诉张高丽强迫发生性关系的事件 林方正也有向王毅表示 自己在密切关注相关议题 不过具体的事情还没有开始认真研究 而访问中国仪式目前行程也未定案 另外在节目中 林方正也提及 自己17号在东京与会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时 他曾经表示 希望美国能够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而针对期派美国取消日本汽车关税事件 他也透露自己在与戴琪的会谈中 非常强烈地谈到相关部分 中国双11购物节落幕10天了 相关事件却仍然在发酵 今年中国网络平台成交金额持续刷新记录 但是成长量却是叫往年逊色 外界评论认为 随着各种营销管道的兴起 直播带货等等 平日就会祭出惊人的优惠 双11购物节已经很难再吸引大量的消费者 而购物节十天过去 现在中国二手平台开始出现抛售潮 另外与双11有关的诈骗似乎也是层出不穷 中央社综合报道 今年中国双11购物节 电商巨头天猫发布总成交金额 为人民币5403亿元 另外一个巨头京东则宣布 累计下单金额超过人民币3491亿元 然而在看似火热的消费动能背后 冲动消费之下买太多 用不到或者因为包装拆了无法退货 成为一大问题 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过度消费 无法面对月底的巨额账单 只好去寻求管道出手变现 这些双11所衍生的接近全新的旧物 最近是大量涌入了中国的二手交易平台 如今双11已经排上 二手货交易平台咸鱼的热搜第一名 有人是要卖货回血 只求度过月底 但是也有人是嗅到了商机 趁着这段时间 在平台上收购急着出售变现的低价商品 接着再转卖赚取价差 相关报道引述一名嫌疑买家说 在嫌疑上大量收购这类低价商品 或者和平台上特定的商家批货 再到其他平台上转卖 一年赚人民币几十万不是问题 除了二手拍卖在中国掀起另外一波的消费潮之外 在台湾则是出现了以此为名的诈骗 苹果日报报道 有民众反映近日收到了中华邮政为几件人的信件 其中显示有包裹即将送达 需要另外支付邮资 但是进行查证之后发现是诈骗 新市局预防科股长洪国伦表示 此种诈骗是属于钓鱼邮件 钓鱼简讯诈骗 先骗取民众的个资和信用卡号之后 再到刷牟利 信件上虽然有显示中华邮政 但是连接的网站全部都是假的 在此也提醒月听众 购物结果后收包裹时 并严防相关的诈骗消息 随着中国延续战狼外交手段 在国际社会采取强硬的姿态 以及不断传出的人群问题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 特别是民主世界上的形象 可说是不断的下降 但是同一个时间 却仍然有一群生长在民主国家 却选择待中国 欧哥所谓的真实中国 成为了被吹捧的外籍网红 德国之声报道 近年来和中国官方语调一致的 在中国的外国网红是越来越多 他们活跃于中国防火墙内外 享受着常人和批评人士 难以气急的待遇 甚至对待外媒的态度 也颇为类似 在中国颇有名气的 以色列博主 外国人 研究协会创始人高尤斯 在中国视讯网站 bilibili发布影片 回应他在YouTube和脸书上 收到的部分评论 这些英文的评论里 有的指责他收黑心钱 有的人直称其为大外宣 水平中的高尤斯 时而无奈时而愤怒 表示不要装懂中国 如果你没来过 其发言可说是与中国外交部 辱出一辙 其实今年初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就曾称 北京资助英国YouTube博主 开展政治宣传公式 而今年7月份 BBC在一篇题为 中国虚假资讯驱动下的 外籍网红的文章 也提及了部分 在中国的外国籍网红 BBC指出 这些视频博主 此前的个人频道 主要是讲述在中国的日常生活 但最近 一些视频变得明显的 带有政治色彩 他们坚定地捍卫中国 在新冠肺炎 香港和新疆 等等问题上的言论 这些YouTube用户中 有许多人拥有数十万订阅者 他们的视频得到了 民族主义用户的大力推广和评论 而现在除了官媒 中国官方也会在推特或新闻 发布会上 引用外国网红的表述 以反驳外界的批评 位于美国的捍卫民主联盟 研究虚假资讯小组组长 谢福认为 这一个策略就是要找到宣传和放大 那些附属中国论点的外国声音 他指出 不论这些视频博主 是否受到中国政府或官媒的资助 他们的确得到了一些普通中国人 或者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士 所无法获得的好处 例如知名度 媒体宣传 或者签证的续签等等 中央社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欢度79岁生日 他今年稍早宣誓就任时 就已经是白宫历来最年长的主人 如今更成为史上第一位 在任内庆祝79大寿的美国领导人 拜登前一天 接受全面的例行性见解之后 证实身体健康 状况足以升任总统职务 而生日当天 拜登待在家乡度过 并没有安排公开的活动 不过同阵营的政治人物 仍然不忘献上祝福 副总统贺锦丽在社群网站推特 祝拜登有个开心愉快的一天 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推文说 美国感恩您的心胸 您的正直 您的爱国 您爱人民的心 您身俱云 则的领导力 以及再重建更好世界上的远见 正面民主党人这个星期 稍早通过拜登身具雄心的 重建更好社会社福法案 送交给参院 等于是提早的 给拜登一个生日大礼 而拜登过生日 昔日的直属上司 前总统 奥巴马则是写道 祝福我的朋友 我的兄弟生日快乐 感谢你给了我们大家更好的基础建设 这样一个礼物 我可以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